中国有句古话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 我断法为世 毁约者就如此法 1985年由红金宝图资林正英主演的僵尸先生 在香港影坛掀起了一片僵尸片广潮 你很难想象啊 在接下来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 香港影坛竟然拍摄了上百部僵尸片 其中的电影元素 无非也就是僵尸先生里面的套路 是吧 道士 僵尸 民国 以及略带搞笑的剧情等等 结果就是不到五年时间 僵尸片已经被玩烂了 所以尽管零换片僵尸片很多 但是到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能引起我们观众怀念的 依然只有林正英 这不仅仅是因为林正英本身就出自于武行 动作专业 还有啊 就是林正英在僵尸或者说 零换电影题材的创新上一直被断 比如说1989年上映的一枚道人 就引入了西方吸血鬼这个元素 而1990年上映的驱魔警察呢 又把剧情放到了现代 啊 上演了一出香港警察 大战日本舒适的戏码 一如我上期讲的林焕先生一样啊 这一次九叔面对的 依然是一个道行高深的女反派 而且要比上期的王姐漂亮很多啊 至于九叔这一次 还能不能一如既往的带给大家安全感呢 话不多说 我们立刻开讲 是有好多种 死了很久而变成僵硬子呢 就叫做僵尸 死而不僵的呢 就叫做刑尸 话说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 在这一天晚上 不少人家都会焚烧纸钱 纪念离世的亲人 我们的九叔是香港某个地方警署的警察 啊 看见调皮的小朋友 要撒尿浇灭火焚的时候 赶紧上去阻止 下午打撞 哎 下次再怎么干 就把你的困困给捡了 哈哈哈哈 去不想 隔壁的三婆不知道这个规矩 啊 一喷水就把火焚给浇灭了 而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有鬼啊 没事 阿脸 快拿香柱过来 三婆跪下 阿飘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九叔赶紧带着三婆磕头认坐 没过一会儿 火焚又烧了起来 说明阿飘不生气了 可是下一秒 三婆又不小心弄倒了门板 带起的风呢 又把火焚弄灭了 这一次阿飘就不客气了啊 当地是法要弄死三婆 九叔一看你呀 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直接亮出胸前的玉佩 上去就是一套连招 把这个闹市的阿飘给收了 只你阿脸看九叔这么厉害 就忍不住夸他 不像警察 更像道士 而九叔呢 只回复了他一句话 道士跟警察一样 都是替天行道的人 镜头一转 来到了闹市的一家酒吧 我们的苗小伟苗三哥 彼时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就在这家酒吧摸鱼打工 但其实打工只是三哥表面的工作 他真正的身份是香港警察 正在配合上次林警官调查一件毒品犯罪案件 而人帅新系的林警官 早就发现了酒吧一个亮女不对劲 就让三哥上街问话 去不想 这个亮女面无表情 一动不动 就算被压到的脚 也不肯一声 三哥想检查他手提枪的时候呢 更是被他连人带枪甩到了一边 而箱子里都是毒品 力气这么大的女人 林警官还是第一次见 十几个警察都摁不住 三哥拿起手锅 把他跟自己靠在一起 结果被亮女拖着走 林警官一枪打在他腿上 亮女还是照做不悟 直到马路一辆货车撞了过来 才总算是把亮女给逼挺了 经过调查呢 这个亮女就是开头那个三婆的孙女 刚到市区上班不久 三婆年纪大了 行动不变 就委托酒叔去一趟总部认识 而酒叔在检查尸体的时候 就一眼看出来 亮女最少已经死了七天 那三哥说不对啊 他昨晚才被货车撞死啊 怎么可能死了三天呢 哪有死人还会冬的呢 你看酒叔懂这么多 三哥的敬佩之行是一隐于言表啊 事件报告送过来一看 亮女真的是死于七天之前 也就是说 在酒吧跟警方对峙的亮女 实际上是个死人 那不幸鬼神的林警官 就不乐意了 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 你怎么还装神弄鬼的 死人贩毒 你不是给我开玩笑吧 要不要做啥法治超度他呢 酒叔就说了 他不是鬼 没法超度 这种死后还能活动的人呢 叫行尸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酒叔是神经病的时候 警局的马局长把酒叔跟林警官敲进了办公室 通过对话可以了解到 这件案子已经惊动了高层 上面下令要秘密处理 不能声张 而马局长跟酒叔是老同事 所以他非常信任酒叔的办案能力 直接把这件案子交给酒叔 至于酒叔呢 也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破案之后能把真相公之于众 为了方便办案 马局长 酒叔住在了林警官家里面 那林警官本来是不愿意的啊 但一看阿莲这么漂亮 当即答应了下来 结果到了林警官家一看 哇 厕所是透明的 浴室是敞开的 就连卧室都没有任何的遮掩 安哥啊 我们年轻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无拘无束 那边厕所 那边睡觉 这边洗泡泡浴 我看不合适你老赢家的 那酒叔这样的保守派 肯定看不惯这种房间布局啦 抄家伙帮林警官来了个风水大改造 还顺手搭了个神位 搞得林警官一碗子未睡好 到了第二天查案的时候呢 酒叔又一声不响的 把两人带到了尖沙嘴的一家健身房 并且告诉他们俩 这家健身房啊 就是靓女的男朋友猛男开的 那林警官又不高兴了 是吧 酒叔你不止思想跟不上时代 连办案流程都落伍啦 现在调查任何商业场所 都是要搜查令的 没有搜查令就不用查了吗 喂 可酒叔不管这么多啊 直接进去找人 结果这个猛男果然有问题 看见有警察找过来 当场拿着图兵跑路 那酒叔一看就知道 他是个小角色 是吧 哪有大boss做人这么慌张呢 三两招把猛男打趴下之后呢 酒叔划破他的额头 取了一滴血 就故意把他给放啦 别动 靠起来 之所以把猛男给放了 是因为酒叔断定 猛男一定会找大boss报信 现在只要顺着他的踪迹找过去 就可以锁定大boss的位置 而酒叔刚才取血呢 就是为了施展 到处中的伏击追踪法 干什么前辈 伏击追踪法 靠着鲜血指引 就让三哥当了一回道童 在香薇板上竟然完完整整的 划出了猛男的逃跑路线 整个做法过程行云流水 高深莫测 赢得街边的吃瓜群众 都纷纷驻足观看 不过施法结束之后呢 三哥这个临时道童 算是出了个大丑啊 而猛男这边呢 他找到了自己的老板 是个叫希姐的日本女人 他的身边还有一个 身手了得的保镖 山本丧波 猛男的意思就很明显了 是吧 警察已经找到自己了 希姐你能不能给我一笔钱跑路啊 那希姐一看猛男的额头啊 就知道他被人施了法 是吧 你呀暴露了还敢来找我 有钱拿 你有命花吗 那猛男不愿意了 敢威胁我是吧 咱们同归于尽吧 结果猛男根本进不了希姐的身 因为就在刚才的一瞬间啊 希姐用射魂术 把猛男的灵魂 跟身边的猫咪给绑定了 然后一个索猴 猛男命丧当场 没过一会儿呢 九叔他们三个人找了过来 三哥一看九叔的追踪法 真的有用啊 当场就要拜师 但是林警官说了 就算猛男真在这里 我们也要先回去拿搜查令 要不然就是私闯明宅 那九叔肯定不管这么多了 当场就说 这户人家门口双蛇盘踞 门外双柱晴天 不仅阳光难入 而且湿气凝聚 是个典型的极地凶荡格 所以这个屋主啊 绝对是个不简单的人 可不管九叔怎么劝他 林警官都坚决要走程序 没有办法 九叔只能把他靠在了车上 自己带着三哥进去找人 果然一进院子啊 九叔就发现这里寸草不生 泥土下面全是白色的石灰 三哥又发现 石灰里面有很多的玻璃碎片 九叔这才断定啊 屋主一定就是操纵靓女 成为行尸的凶手 因为石灰呢 可以防止尸体腐烂 而玻璃可以凝聚雾气 集结日月精华 这些呢 都是修炼者用来练尸的手段 是典型的邪术 而从院子里的菊花标志 可以看得出来 凶手啊 应该是源自于日本的九居一派 既然凶手也是修道之人 九叔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于是乎呢 他让三哥又当了一回到头 利用猛男的那滴血呢 看看能不能操控他走出来 那西姐肯定不会让九叔得逞了 上来就用信勒住猛男的脖子 企图把屋外的三哥也勒死 九叔用香火烧弹绳子之后呢 西姐又想用香插死三哥 结果就被九叔用香灰破了法 眼看操纵行尸打不赢九叔啊 西姐索性冲到门口 和九叔硬拼一招 去不墙 九叔直接祭出了自己的王牌法计 用开头降服阿飘的那块玉佩呢 烫伤了西姐的右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警官突然出现 拿着东西就送九叔砸了过来 这一砸 让西姐误以为和自己斗法的是林警官 索性他就带着猛男的尸体 先进车队 以后再做打算 至于九叔呢 他和西姐硬拼一招啊 右手被动伤 这一次动法 两人算是打了个平手 回到警局之后 三哥查出了西姐的真实身份 表面上是一个 精灵日料店的柔弱女子 三哥又问 西姐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 操纵行尸的呢 九叔想了想 操纵行尸需要符咒 而符咒又都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 之前被操纵的料理身上 查不出任何有形之物啊 这就说明西姐用的是冰符 因为冰符进入人体就会融化 所以一件事关是查不出任何异样的 而与此同时呢 西姐又裂了一道冰符 附在了猛男的尸体上 并且把他认为是对手的林警官 设定为追杀目标 那这个追踪设定果然厉害啊 猛男不仅变得生龙火虎力大无穷 还精准找到了在停尸房的林警官 那林警官一看火箭鬼了 这货力气怎么这么大是吧 枪都打不死啊 这下他才相信 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形尸存在啊 三哥更是被吓得大喊救命啊 好在九叔急着赶到 用水管勒住猛男的脖子 逼住了冰符 但是很可惜 两人都没能抓住冰符 猛男又被重新激活 追着三个人打 那九叔一看这么躲下去 不是办法 干脆敢用火弓 在地上洒满了酒精 准备来个火烧行驶 结果三个心急 还没等九叔准备好 就把酒精给点了 连带着边上的煤气罐也被点着了 最后是把停尸房跟猛男一块炸了 这场生死大战 总算是让林警官对九叔改观了 坚信了30年的唯物主义家之官 也开始动摇 九叔担心林警官的安全呢 就把自己的护身玉佩给了他 还说接下来没有自己的吩咐 不可以擅自行动 结果林警官这个家伙还是有点不服 你是救了我一命 但我也不能让你看骗我 索性他就带着三哥 去之前查到的那家日料店 准备抓捕继续 来个指导黄龙 我们同学可能会纳闷啊 九叔把护身玉佩给了别人 自己怎么办呢 哎 他有更厉害的照妖镜 这个法器他一直放在马居上那里 现在是时候拿出来用了 而在另一边 林警官和三哥找到了那家店 准备探查一番 却不想 西姐早已经功后多时了 而九叔送给林警官的那块玉佩呢 果真帮他挡下了西姐的社会术 西姐就十分痛快了 拿出一箱钱想贿赂了林警官 还用法术呢 给他们俩倒了一杯酒 以示诚意 那林警官一看西姐真的会法术 当场就慌了 是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 是受之为之者 哎 酒就不喝了 咱们和气生财 那西酒说了 空口无凭 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 说吧 就教教林警官断发力士 中国有句古话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 我断发为士 毁约者就如此法 好 家伙随手一甩就能把头发给点了 林警官是真怕了啊 现在不跟一不紧了 是吧 林警官有样学样 也想来个断发力士 不过他肯定不会法术了 悄悄的拿起大火地 一下装一下 然后触及不意的 把细节给靠了起来 但是很可惜 手铐根本困不住细节 身边的丧波呢 更是两三招 就把两人给打倒了 然后就把他们俩给放了 到了晚上 回到家里的酒厨发现 林警官浑身结冰 明显是被人下了邪术 寒气空气 但是不用怕 人有三八火 酒厨略是法术 就把林警官的三八火 汇聚在天灵上 解除了他身上的寒气 不过细节的法术 没这么简单啊 林警官嘴里的寒咒呢 直接跑出来 钻三哥的嘴里了 啊 更要命的是 三哥还一不小心 给吞进了肚子里面 九叔这边救了林警官 九叔这边救了林警官和三哥 回头一看 阿联又被西姐给抓了 搞了半天身边都是猪队友啊 手忙脚乱之下 九叔和西姐硬拼一招 但是双手马上就被冻住了 要手搓火棍才能缓过来 等九叔追到天台救下阿联的时候呢 西姐也正式现身 你别说这造型不错啊 九九一派的法阵 把九叔困在了阳台上 无法脱身 摆明了就是要他命的 果然西姐菊花一洒 地板砖就自动飘起来攻击九叔 九叔用体出破法无效 砸碎了一批砖 还会有下一批攻过来 转头他就扯了一根电路 用电流引火烧掉西姐布阵的菊花 才算破了法 但是下一秒西姐再一次做法 点起了一个大号火球冲了过来 那这次九叔也确定了 他是走歪门邪道的术士 也就不客气了 直接祭出招妖镜破了他的火树 招妖镜的威力西姐吃了一惊 随即跟九叔完解了捉迷藏 趁机不备一把夺过了招妖镜 但随即遭到反视又扔了回去 那一看九叔靠着法剂压着西姐打 丧波跳出来准备砸了招妖镜 一看丧波是冲着招妖镜来的 九叔赶紧把他放到了箱子里面 却不想西姐这个时候一把抢过箱子 趁着九叔被丧波缠战的时候 抽起木棍把招妖镜给砸碎了 万万没想到招妖镜真正的威力不是镜子 而是镜子里面的经文 西姐直接被盗光照得哇哇乱叫 变成了妖魔 要不是丧波拼尽全力拿开镜子 西姐就挂了 可是变成妖魔的西姐也同时失去了理智 救治的杀人 上来就把丧波捅了个脱金梁 随后还把阿联往楼下扔 九叔为了救人顾子施比亚 根本对付不了西姐 招妖镜也不慎吊甲楼了 我们同学是不是想大骂猪队友啊 哎不要着急 恢复过来的林警官和三哥拿着煤气罐 把西姐炸了个半死 可是区区一个煤气罐怎么可能炸死西姐呢 西姐一个爆起又把林警官和三哥揍了一顿 不过呢现在的西姐也不好过 刚才被梅警官炸夹了眼睛 全凭听声变味 林警官和三哥担心要挨揍 是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啊 就连屁股坐针板上了也不敢大喊 幸亏九叔找到一罐燃油来了个火烧西姐 这才算摆脱了危险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西姐根本打不死 也不知道九居一派的邪术是怎么练的 大伙都把他烧的面目全非了 还是干不掉他 啊西姐凭着最后一份执念又追了上来 是要跟九叔他们同归于尽 好在吊甲楼的招妖镜这个时候有了反应 正道的光滑破黑夜 终于啊把西姐这个打不死的小强炸成了碎片 几天之后呢搞定案子的九叔准备回小镇上班 阿连喜欢林警官就留下来和他正式谈起了恋爱 而不想吃狗粮的三哥呢则请了三天假准备跟九叔好好的学学法术 是吧想必这个勇敢正义的小伙子也必定会继承九叔的一波 电影《驱魔警察》的故事呢也到此结束 说实话啊驱魔警察的故事还是不错的 跳出了传统灵幻片的框架把故事搬到了现代社会 跟一种死扣僵尸先生题材的烂片有很大不同啊 尤其是表现九叔跟不上时代的描解呢非常到位 显得跟年轻人格格不入 比如说九叔不会用打印机 看不惯林警官家里的摆设 对侄女的管教呢也很严格 加上她本身不苟言笑斩妖出没的道士身份 是吧里里外外的透露着两个字古板 其实林正英在灵幻剃材中的形象啊几乎都是如此 这也是九叔这个角色能给观众带来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是吧作为修道之人恪守祖训替天行道 才能在大家心中树立一个德高望重的形象吧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真是受不了你 挖鼻孔挖耳朵透口水空屁股 什么坏习惯你都有 电影中的另一个看点跟林幻先生一样就是斗法 可以说驱魔警察的斗法情节和林正英展现的道士专业性 比其他的将士匾都要好 各种施法的专业动作和破法的招式 比我们上期讲的林幻先生还要精彩 据听说电影中九叔的那块护身玉佩啊 是真的从内地道观请过来的啊 可见导演还是信这个的 而女反派的选择上也比上期要好看 是吧 饰演西姐的日本演员西鲜美之子 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惊艳啊 给人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阴柔美 比上一部王姐的惊悚造型要洋言很多 他的扮相呢是标准的日本风格 在动作设计上也借鉴了人数 这个角色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人物背景交代的不清楚 九九一派听起来很拽 但是电影并没有过多的描述 他究竟本身就是邪教 还是说只有门下的希姐走了歪路呢 电影也没讲 我们只知道他走的是倒数路线 跟九叔这样的法器路线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感觉驱魔警察的故事呢 更适合拍成电视剧 是吧 九居一派的背景深挖一架 九叔作为驱魔警察再多破几个灵异案件呢 以及电影中的三哥作为寄生人 有没有机会多写一些故事呢 哎很可惜啊 这些都不可能事件了 林正英的故事啊 让僵尸片林幻片彻底画上了句号 后来除了钱小豪主演 上映于2013年的僵尸 其他都是烂片 包括亚式出品的我和僵尸九个约会系列 都把僵尸描述成第一主角了 还好意思说是为了纪念林正英拍的 是吧 谈恋爱戏份大过抓鬼戏份 跟林正英本人主演的两部僵尸道长 没有可比性 喜欢僵尸片和林幻片题材的同学们呢 可以看一看林正英主演的僵尸道长 是电视剧啊有好几个故事单元的 如果你也想看其他的僵尸片也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待会儿 也想看 好